大家好 我是Oxia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个软件 这个软件可以检查WiFi信号的好坏 比如你用手机看视频 看着特别卡 这时候检查手机的WiFi信号 连接速度只有19Mbps或者是30多Mbps 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正常应该是100Mbps左右或者是200Mbps左右 遇到这个问题 常见的解决办法就是登录路由器 看看是否路由器被其他人给占用了 检查路由器之后发现并没有什么异常 包括路由器的温度也是正常的 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软件来检查了 这个软件从Win10商店可以下载 进入Win10商店搜索WiFi 第一项就是WiFi分析 作者是这位 这是一个免费软件 这个软件的第二项有一个分析 当前这台电脑用的是5G的WiFi 这台电脑现在只能查到一个5GWiFi的信号 信号强度也不错 然后点击这里 可以切换2.4GWiFi 这台电脑当前的这个位置 当前这个时间点能检查的2.4GWiFi非常多 中间最长的这个信号是我的路由器发射的2.4GWiFi 其他都是邻居家的 最长的这个WiFi 它的信道是6 信道1有这么多 信道11有这么多 信道6其实也有这么多 我的路由器发射的2.4GWiFi信号是最强的 这个状态是正常的 信号有的时候会波动 它会变弱 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它都是比较强的 出问题的时候 这个WiFi信号 有一半的时间是这么强 另外一半的时间是特别的弱 只有这么多 频繁切换 一会强一会弱 通过长时间的观察 说明路由器发射的2.4GWiFi信号还是不稳定 这时候可以尝试重启路由器 或者给路由器升级一下固件 这个信号强度算是玄学范畴 一会强一会弱 这个和很多因素有关 比如这台电脑或者手机与路由器之间的距离 越远信号越差 还有它们之间的障碍物 这个障碍物取决于它们两点之间 直线距离的障碍物 所以尽量把手机或者电脑 还有路由器放得高一些 越高的地方 它们之间的障碍物越少 这个WiFi信号忽强忽弱 还跟路由器本身有关系 所以碰到问题 不一定是手机的问题 也不一定是接入商的问题 还有可能是路由器的问题 路由器发射的信号忽强忽弱 再切换回5GWiFi 现在能看到两个信号 那个TP4602 它用的是161信道 虽然我能搜到它 但是几乎不受影响 这个小工具 小转件 可以帮助我们查看路由器发射的信号 看看路由器的信号强度 还有它的稳定性 仅供参考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下次见